欢迎收看今天的天气播报 明天来说的话 大环境要转变成偏东风的吹拂了 整体来说 各地都是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那么就只有东北部地区 有局部的短暂降雨发生 但是很快的 到了傍晚晚间开始 又会再有新的一波封面渔戏 通过影响我们了 来看到今天的卫星云图 今天是吹的东北气风的大环境 那么昨天影响我们的华南云系 也是正在逐渐的东移远离当中 在今天就只有银峰面地区 基隆北海岸东北角 还有整个东半部地区 是应有短暂降雨的天气形态 云嘉南以北是多云道晴 到了高平地区 更是以晴朗稳定的好天气为主了 那么也特别注意 在高平地区高雄地区 今天下午已经在深山区 有一些午后热对流发展 而带来的雨势状况了 我们来看到明天会逐渐转变成 偏东风的大环境 很快的到了傍晚晚间开始 又会再迎来新的一波 华南云系要通过影响我们了 但是整体来说 在今天傍晚下午开始 就是台湾附近大环境水气减少的过程 那么一直到明天白天 都是整个降雨的空档 一直要到晚间才会再开始受到 新的一波封面云系影响 那么预估这样 东半部地区有雨 以及台中以北有雨的天气状况 会一直持续到廉价的第一天星期六左右的 那么可以看到 这中间虽然都有一些短时间的降雨空档 或者是甚至有阳光露脸的发生机会 但是要提醒大家 天气变化真的很快很多 那么还是要特别注意 一旦有云系移入的时候 都会带来震雨甚至是雷雨发生的机会 我们来看到天气气温的变化 在今天来说 北部地区还是受到阴雨的天气形态为主 高温还是只有19度 低温18度 感受起来仍然湿湿凉凉的 但是明天开始 白天也有阳光露脸发生的机会了 高温是回升到了24度 很快的星期四又是阴雨的天气形态 高温稍稍降回到24度 22度 那么接下来主要来说的话 都会是以26度左右的高温为主了 低温是维持在18度左右 中部地区相对的降雨的频率 没有这么频繁 那么阳光也有比较机会 有比较高的机会露脸 所以高温是25到27度左右 后续更是可以高温来到28到29度 低温是维持在19到21度 那么南部地区天气状况是更加稳定的 几乎没有雨势的状况发生 高温是维持在27到29度 居部内陆的地区更是有比29度 在感受更热的一些趋势 建议大家要开始注意防晒的工作准备了 低温则是21到23度 那么在清晨夜间的时候也特别注意 有少了阳光的加热 这个感受起来还是有一些偏凉的 东部地区高温是22度回升到2526度 低温19到20度左右 所以整理一下今天晚上开始 虽然说是降雨的空档的开始 但是注意在今天还是有一波 这个蜂蜜系统会略过台湾的北部上空 所以特别注意了在北部地区今天凌晨时间 还是会有一波的这个降雨的状况发生 到了明天白天开始 天气状况就会恢复稳定了 是多云道晴的天气形态 但是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降雨的发生 也特别提醒了 在中南部地区 尤其是高品地区空气品质 是受到了风俗比较微弱的影响之下 会亮起橘色的警示灯号 来到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敏感族群外出的时候就得携带上口罩了 那我们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 近期天气变化是相当独端的 春天系统一波波接力通过影响 有就得 所以是跟着我们一起 来掌握天气的最新资讯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也遇过以下状况吗? 除大太阳的好天气 准备看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 表演还没开始 雨丝却开始飘下 甚至还变成胖陀大雨 其实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客制化天气预报 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 小致一路段 一东方的预报范围 温度 湿度 风向 风速 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雨费 或是延期 减少损失 您也曾为阴晴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